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民事午夜新闻 我是刘芳慈 首先来关心的是爆发出新冠病毒的发源地中国湖北省 那么是还有470名国人滞留在那儿 但是他们也分别在星期一还有星期二要分做两架班机回台 那么这第二批的类班机的第一架呢 是在今天晚间9点23分顺利的降落在桃园机场 搭载了231名的国人 一方面因为这次的航班准备时间比较充裕 再加上海机会一再的叮咛乘客 所以相较于先前这回是没有人因为证件过期 没办法上飞机而且班机也是提前抵达台湾的 那么疫情指挥中心在初步检疫之后 也出动了13辆的游览车 将这些乘客分别送到各个检疫所来进行隔离 我国海军也中标了 这是敦目舰队24例的武汉肺炎确诊官兵 但现在军方的处置疑点重重 因为像是根据台南市卫生局还有高雄市卫生局 所公布的这个疫调显示 有官兵其实早在14号就下船才买了 可是这个说法就打脸了国防部先前说 他们是15号才下船这样的说法 对此海军就解释说 因为30天的海上隔离期 在13号午夜就已经结束 所以在14号有部分的官兵开始休假 但是这一切相关的事情就好像挤牙膏一样 被一点一点的揭露 已经开始让各界对于军方的说辞 打上问号了 就连总统参议委也喊话 要军方诚实以对 海军是否有隐匿呢 因为星期一还被立法委员给踢爆 动物舰队其实早在抵达波流之前 船上的官兵就已经有人传出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了 所以现在外界也担心说到底还有多少位爆弹呢 就连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他在星期一的疫情记者会上也表示说 他看到了军方的这个SOP标准作业流程 真的是弹性不足 因为通报上会挚爱难行 所以让人难以上达这个下面的状况 陈时中害自己分享了自己当兵的经验 他说如果管理太过严厉的话 会造成下面的人不敢通报 这24名的确诊官兵 其实他们在台湾这个岛上呢 足迹是遍布了10个县市 90多处公共场所 所以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希望这样子简讯的方式来提醒民众 只要是和确诊者有重叠出现在相同地点 15分钟以上的都会收到 希望民众可以借此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目前总计已经发出了21万封的讯息 确诊的官兵们全台10个县市 那么几乎他们都是从高雄左营上岸 接着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 有的是搭乘高铁北上返家 那么有的人是返家之后 再搭乘火车 跑跑灶或者是捷运等等 像是岸413 他就从云林驻加拿大火车北上 接着转捷运到淡水 访问朋友 晚上又再搭高铁南下高雄 好现在包含这个台铁高铁 还有客运都是如临大敌 忙着消毒 那在24名染疫的官兵之中 有18人都是没有症状的 而且根据官方的说法 他们是在15号下船 甚至有的人还是更早 17号才召回军中 所以这中间有两到三天的社区感染 风险空窗期 有医师就担忧了 最让人担心的 其实是官兵的女朋友们 可能会有社区传播的疑虑 疫情指挥中心也进一步分析说 盘石舰的官兵 这24个确诊患者 不是第一批的感染者 也不会是最后一波 好不禁让人担忧 会不会像是一开始 疫情爆发的时候 这个钻石公主号 这样子一发不可收拾呢 不过台大工业这个工卫学院的学者 分析说 其实不要太担心 因为钻石公主号的乘客 年纪平均是比较大 毕竟是搭乘邮轮的旅客 感染率是高达两成四 那么盘石舰的成员 年纪是比较年轻的 感染率差不多是在7% 另外学者也强调 其实我们已经把官兵隔离检疫了 这是我们做的比钻石公主号 还更早的地方 防护措施做的比邮轮还要好 但是这个时候就显得疫调特别的重要了 陈时中他也不敢大意 再度的呼吁这些阿兵哥们 千万一定要说真话 政府也一定会保护诚实的人 说明小小来关心的是 新北市板桥有一间KTV 在星期天凌晨的时候才发生冲突纠纷 那么相隔一天 台北市林森北中上的KTV 也爆发了打架事件 有男子搭电梯的时候 只因为喝醉酒 他说无聊 竟然无故拉不认识的女生的头发 结果双方人马大打出手 警方到场之后 还有酒客不断的抵抗 被园警拿辣椒水喷洒才制服 就算是愚人节 有些玩笑也不可以乱开 4月1号当天 在新北市有名理性男子 在脸书po文 说他自己呢 曾经和一名中国女子 有亲密的关系 没有想到之后呢 他却阳性确诊了 好这样子的文章一出 网友立刻提到检举他 不过警方调查 原来根本没有这回事 男子被逮了之后才说 他只是想祝大家 愚人节快乐 好但是他现在开了这个玩笑 却被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 移送法办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 谭德塞 他公开的说台湾对他网路霸凌 还对他进行人声 种族攻击 一些不好听的字眼 不过现在张话呢 有个掌中剧团特别结合了这个国际时事 找来铁面无私的包青天 主持公道 在布袋系里面安排包公 对上谭德塞这样的桥段 诙谐嘲讽 不管谭德塞如何诬陷台湾 我们的防疫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也因此我们成为全球第一个开打职棒的国家 好但是在星期天 终止晚间的桃园还有汉将之战 索沙疑似对于郭炎文投出了故意出身球 所以引爆了双方激烈的冲突 这起事件不但引起台湾球迷广泛讨论 就连国外的体育媒体也纷纷转发相关的讯息 还有画面 大家是大赞说看得很过瘾 好不过台湾最近在国际上发光发热的 还是我们的防疫成绩 还有我们捐赠口罩给各国 那么像是英国目前进入了第四周的隔离 足球金童贝克汉 他也在脸书上分享 他在家里隔离的日常 他日前呢是直接po文点名台湾 想要问大家有没有哪一些防疫配方 好台湾口罩也有捐到德国去 我们广告回来来看看 现在封城了一个月